接下来要说的可能您又想不到了 您能想到这个研究彩票还能研究出一个硕士吗 没有吧 接下来咱们说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您能不能想到学校的厕所里会有这样的塑料桶呢 什么样的塑料桶 收集学生尿液的塑料桶 而且还就放在男厕所 最近在江西南昌有不少家长都反映了这样的同一件事实 这些尿液收集之后到底是会运到哪做什么用的 当地一家公司介绍说 在一些县城有专门从事收集尿液的小公司 他们把这些尿液收集之后 稍作加工就会送到大型生化医药公司来提取尿基酶 医学专家表示说尿基酶是治疗心血管等疾病的药物 能够用于治疗脑血栓的形成 急性心肌梗塞等新鲜血栓酸色性疾病 医学方面这个东西我不太了解了 不过从这个医学角度来看 提取尿基酶首先要保证标本来自健康的人体 其次是尿液在八个小时之内必须要进行提炼 八个小时之内 这样才能保证尿液的新鲜 私人收集尿液提炼这尿基酶的工艺是否安全 首先咱们先打个问号 虽然说学生的尿液相对来讲是健康的 但是孩子用没有用过抗生素 对不对 这尿液是否变质 这些问题都需要专业机构来进行验证才可以 你光靠肉眼是判断不出来的 目前对于这些事情当地教体局已经表示 如果学生家长有诉求 而且诉求合理 他们将会制止 而如果说对于学生的健康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这些废物又确实能够利用的话 那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还是会慎重考虑的 安不安全呢 我们暂且不说 但是有一点 公司和学校确实没有做到位 你收了人家东西 总得拿出点什么吧 至少知情权是最起码的 您说是不是 谢谢确实